来大家看 这种新芽拔掉 全部给它拔掉 这就是兰花的软斧 近斧 兰花出现这种黄叶枯叶了 我们给它拔掉是治标不治本的 哪怕你拔了这边 这边还是会出现发黑腐烂 新芽全部跟着遭殃 这些问题它不是在叶片 而是由于根部腐烂感染的真菌 所以我们解决这些问题 不要喷各种各样的药 不干净 不卫生 而且还有医味 现在有一个很简单 方便的方法 那就是用这个千百计的小黑颗粒 它既绿色环保无公害 又非常适合家庭使用 又能防止兰花的根斧 软斧 近斧 不管是在室内养护 还是在阳台养护 都不担心 健康卫生问题 接下来两个月左右 你的花就不担心 出现以上这些问题了 而且它是通用的 家里的所有花贿粒子都给用